首款击落歼20的战绩,歼10C性能饱受争议,曾输给歼16,歼10C可以说是世界军机当中最为耀眼的战绩了。 作为世界首款击落了歼20的战绩,红舰2017演习期间,作为第三方参加红蓝对抗的成军,歼20先后击落了多甲歼16,歼10B和歼11B战绩,但是,随着拥有空战支援体系支持的歼10C参战, 在近距格斗对抗中,歼10C发射霹雳湿红外格斗导弹成功战胜歼20,拿下了歼20战机的首个战功,但就是这款曾打赢歼20的歼10C,却在金头盔对抗演习中败给了歼16战机,一度被歼16战机压制,使得歼10C战机在我军当中活手争议。